英国女王去世非常非常的突然 突然到有点那个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新选出来这个女首相 她名字叫Liz Liz是伊丽莎白这个名字的昵称 换句话说 这个站在英国权力之巅 风紧扯乎的女人 和风筑残念的女王 居然是一个名字 但就是这个叫伊丽莎白的女首相 是坚决要废除英国的君主制 早在1994年她就公开宣称 我们不认为什么人生来就统治我们 矛头直指英国王室 在本周二确认新首相就职的仪式上 大家看 这个女首相居然没有单腿屈膝 向女王行礼 这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新日首相对君主如此的不敬 不知道 这是不是新伊丽莎白 向老伊丽莎白率先法难 女王当然知道 这个和自己同名的女人 就是要废除君主制的狠人 所以这个见面 这个行为是不是导致了女王的情况 突然变得糟糕 另外 大家注意看女王的首 中国人都明白什么意思 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的 支愣起来了 而伊丽莎白君主 永远的倒下了 英国媒体 是这样评价今天 这是一个历史暂停的瞬间 一分钟 一小时 一天 或者一周 历史在此刻停留